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我频道现在有非常多人 都买了新的苹果手表 上一次我讲苹果手表设定相关的东西 应该是去年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现在新拿到手表 一些设定要怎么更改 今天的影片我就想说从一个 很多人都不知道 怎么使用苹果手表的角度 就像我现在收到的问题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分享一下一些 我平常最常使用的一些初始设定 或者是境界一点的 或者是一些小功能 可以让你平常使用苹果手表更方便 希望这样的影片可以帮助一些 新买的苹果手表 或者是还不太会使用的人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 手表的表面 那你一开始设定完之后 配合完之后 你就进到这个手表的表面 那这个其实就是显示你的时间 然后还有一些功能的部分 这边其实整个概念非常简单 如果你要去更改设定 或是更改你所使用的表面 你只要按住这个表放 这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要用力去压它 那现在既然没有3D Touch了 你就是这样用 这边你就可以去选你不同设计的表面 那如果你要更改设定的话 你就进入到编辑 那如果你要分享你自己设计 一些复杂功能的表面的话 你就按下这个 那这个就是分享 OK 那我们就先到编辑 那它编辑的概念基本上也都是很类似 它第一页这边就是样式 可以去改变 那如果你这个表面有不一样的设计可以改变 那下一个 通常这个第二页可能会有一些颜色 就是你要更改你表面的颜色的部分 那这个表面并没有颜色的选择 那在下一个通常就是复杂功能 OK 好那在复杂功能的地方这边 你只要点下任何一个复杂功能 你就能去更改你这个复杂功能 所要使用的一些小捷径 好那再来就是 你要增加新表面的时候 你就是选到最后面 那这边就有一个加号 可以在这边增加新表面 你也可以直接在你手机上面的手表APP 去增加新表面 就看你自己习惯用什么方式去设定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更换它的排列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排列是比较适合的 那在下一个部分我们也是讲主画面 你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所有的一些通知 那你就在按这个把它全部清除 那以前是用下压的方式 现在没有办法 好那在你滑上来的部分 这边就有一些简单的捷径功能 你可以直接跳进去 上面就是Wi-Fi开启或关闭 那你按着标放选进去的话 可以看到你现在用的是什么Wi-Fi 那这个就是寻找你电话的功能 我觉得非常实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也有一些人其实他们买Apple Watch 送给他们的朋友长辈或另一半 都是为了这个功能 就是你按下去 苹果手表就会开始响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在暗处或你苹果手表 可能掉在电影院的椅子下或沙发下 你找不到的时候 你按着这个扭标放 会看到你的Apple Watch开始在闪灯 那这样有时候在暗处就比较容易找到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看 这边就是显示你电池的电量 那如果你这边有连接到你的AirPods 或是其他装置的时候 它在这边也会显示出来 那这个就是开启静音或是关闭 那这就是误饶模式 那这边就是戏乐模式啊 那这就是萤幕锁入 你要去游泳的时候 那另外这个呢 这个手电筒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 你按下去之后 它其实还满亮的喔 如果在一个全按的环境的话 这个其实还是满好用的 那这边就可以让它去闪灯 那这边就有改变颜色的方式 OK 那再来这就飞航模式啊 那这个就是看你现在连接的音讯装置是什么 那这个就进入睡眠模式 上课模式等等 大致上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在任何App的画面的时候 如果你想叫出那一些 不管是通知啊 或是控制中心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 因为你现在滑的话会滑不下来 可是如果你按着表放的时候 就可以滑出来 在下面按着表放的时候 就可以滑上来 OK 好那下一个我们回到这个手表的画面 那你知道如果你用米奇的表面 米奇或米你按一下 13点34分 它会开始拨爆它的声音对不对 那其实在其他的表面也是有办法这样做的 那这种时候你就是两只手指 下午3点34分 它也会拨爆它的时间 OK 好那下一个我常用的功能就是说 譬如说你有设定一些时钟 或是有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那它可能突然想 那你可能在会议上 你不希望它那么大声 那其实这种时候你要快速把声音关掉 你就是把手盖上去这样就好 那声音就关掉 那这种时候如果你要你的电话直接 就是进入静音的设定的话 你就把它盖着 压三秒 那你盖完三秒之后 你的Apple Watch 就会进入一个震动 那当你感受到那个震动的时候 你的手表就已经进入了静音模式 你滑上来这边就会看到了 静音模式OK 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 就是遥控相机 到这边可以遥控相机 以前的话你要用3D Touch 改变它的设定 那现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就是按下这个三个点 然后就可以进入去改变它的设定 像是计时器啊 前置镜头啊 你们看到改成前置镜头 然后或是闪光灯啊 圆框照片啊 HEL开启或关闭 这些都可以在这边设定 那你在你的手表萤幕上面 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构图 很多人合照的时候 这一点非常方便OK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相信很多人买苹果手表 都是为了健康可能运动啊 运动侦测这些等等 那如果你在平常进行体能训练的时候 你开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烦 开始读个3秒 比如说这样 那你觉得很烦就可以先把它按掉 它就会直接开始OK 那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有时候需要暂停一下 那你要怎么让它暂停呢 一般的话有人会这样滑过来按暂停 可是这就是多一个步骤 你其实可以把两个扭一起按 就侧边的按钮跟表官一起按 它就会暂停 那我也有设定萤幕截图 所以刚刚也进行萤幕截图啦 可是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两个按钮一起按它就会暂停OK 那你再按一下 它就开始了OK 那譬如说你平常在跑步的时候 你可能在跑超长 那你想记录你每一圈的时间的话怎么办呢 你其实可以用分段记录的方式 你看我像点两下 它就记录第一段是这样的时间 OK那你可能跑完第二圈 你要再记录第二圈的时间 就再点两下 它就会记录起来OK 那再来就来讲健康侦测的功能 那其实台湾最近才开放使用心电图 所以呢那我们就先来讲心电图吧 那心电图就是这个图示 点进去之后它会跟你说把一只手指放在这个表罐上面 然后它会读取30秒来测你的心电图OK 那我现在在拍摄所以很难测试稳定 OK那这个大致上就是一个侦测啦 那不太能真的依照它来检测 就是说你的心脏会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要标准一点的话 它还是会建议你说 看到一些不一样就是奇怪的心率 它还是会建议你去看医生 OK那这边就有一个心率测量 那这个是其实从Apple Watch 以前第一代开始就有了 那这个你自己它就会自动测量 它用它手表后面的一个感应的晶片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把你的手指放在这边的话 它其实会测量的更快 OK那就是说它这个表罐 还是有一个侦测的功能在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第六代新的血氧功能 就放在这边 那这个血氧功能我其实有点失望啦 因为我一开始本来以为它是一个 比较可以随时侦测的一个血氧功能 可是发现它其实只有在一些静止的时候 那甚至在你睡眠啊 睡眠侦测的时候 它才会侦测你的血氧 所以跟我平常期待就是说 可能它侦测的频率要再频繁一点 就是有点差距 那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这次 并没有把它列为一个健康侦测的功能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功能 就算它侦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数据 它也不太能真的去提醒你 就是说你可能身体会有什么问题 那也因为是这个原因 所以才会变成说 台湾在一上市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它 因为它没有把它列为一个 健康侦测的一个功能 OK 那这些健康侦测的功能啊 像是这个心率测量啊 这些其实在你平常在运动的时候 它其实也都会开启 那因为今天要快速讲很多功能 那今天这个我们就先不去深入讨论 好那下一个就是最近很夯的这种洗手功能啦 那这个功能其实很多拿到的时候 它不是预设开启的 那其实你可以到这边设定里面 找到洗手的设定 那这边把洗手计时器把它开启 那这样你就可以在洗手的时候 它就会一个自动20秒的一个countdown 好那下一个我就要拿出我的充电器展示给你看 就是说如果你苹果手表在充电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它会进入这个 有点像是时钟啊 这种night stand的这种功能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边会显示出来 直接还有充电的状况 OK 那如果你再点一下这个充电的图示的话 它就跟你说现在充满多少 那如果你平常摆在那边 它的萤幕就会自动休眠 那这种时候你要怎么再开启 其实它感受到任何的震动 它就会自己开启了 你看 好那如果你的苹果手表没有预设开启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到设定里面 一般里面 然后夜中模式 然后开启夜中模式 这样就OK了 好那下一个就是说你的苹果手表 可以定时在一段时间发出声音 比如说每一个小时 那现在又有多了每30分钟或每15分钟 那这个你就可以到辅助设定这边 然后终身这个选项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开启终身 那我现在预设就是每小时啦 可以排成说每30分钟或每15分钟 它会发出一个叫声 那如果你在精英模式的时候它就会震动 那在很多人买苹果手表 不管是给长辈或是谁 或是你自己平常要使用的话 它们现在有一个紧急服务里面的功能 叫做跌倒侦测 那这就是说在你跌倒的时候 它会感应到你摔倒 那这种时候它会拨打给你的紧急联络人 或者是帮你拨打紧急电话 那这个你就可以在设定里面的SOS 打开跌倒侦测 那如果你也有紧急联络人的话 你就可以在你的医疗卡里面先把它设定好 那可能是你的家人或是谁 你可以在里面设定说这种时候 它先拨打电话给谁 OK 好那下一个我觉得很实用的 就是在计算机里面 这个先前有介绍过 就是说它上面有这个小费 或者是百分比的功能 OK那比如说你现在出去吃饭 你们大家吃了1500块 然后就可以按下小费 然后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15%的小费是多少 那你可以自己去转动它 比如说你只要给10% 觉得它服务没有那么好 OK那如果你们是三个人分的话 你可以去算三个人每一个人是多少钱 那先前有3D Touch 的时候 你按下去你就可以再更改 小费这个地方把它改成百分比 那现在没有Force Touch 就没有办法去更改 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个办法 如果你跑到设定里面 然后你去找到计算机的App 这个设定这边 那在这边你就可以更改小费功能 或者是百分比 好那再来我就想在手机的Watch App上面 跟大家讲一些基本的设定 那像表面设定这边 你可以进入到编辑这边 那其实这边是满方便 让你去删除任何表面 或者是更改它的顺序 相比起来就比手表上面还方便了不少 所以我觉得很多设定其实可以在 手机上面的Watch App 里面完成 那在这边如果要设计每一个手表的 一些复杂功能 还有它的排列什么的话 其实点进去 它也是可以自己去马上去更改 那这个方面我觉得更方便 那复杂功能这边一次可以显示出来 你每个使用的复杂功能是什么 就这个地方来设定还满方便的 那你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设定成目前的表面 那或者是按右上角的这个分享功能 也可以直接分享出去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在通知这边 那我习惯进来把你一些 觉得不是很重要的通知把它关掉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App 在你一下载的时候 它就会预设这些通知都是开启的 那我建议就是说进来这边检查一下 把一些不必要的关掉 有时候这些通知一直去响也满耗电了 很多通知说真的你也没有必要 手机上有手表上也有 在这边关掉你手机上还是会收到 就是说你手表上面不会收到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用就是表面图库这边 因为很多时候你新使用Apple Watch 你不太知道它每一个表面 有什么样的设计啊 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去更改 那你到这边就可以很快的看到所有的一些ID了 就是苹果一些预设的一些颜色 或是排列的方式 那现在表面的选择说真的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越来越必要了 好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满常用就是睡眠侦测 这边你可以在健康里面去做设定 你就可以去设定就是说你平常 要睡觉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起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可以进去做编辑OK 那或是加入其他星期数的排程 就是说如果在周末的话 你要怎么去改变它 那再来睡眠的目标就是看要几个小时 那睡前放松这个 譬如说睡前要多久它要开始提醒 你跟你说你在多久时间要睡觉 那你就可以定15分钟或者是30分钟 或者是更长 放松的捷径你就可以自己去加入 譬如说你要开始播什么音乐啊 或是什么有些时钟啊 Podcast 这些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去加入 OK 好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一些人 或者是你们可以找到一些 你们觉得很实用的一些小功能跟设定 或者是你们觉得有什么想分享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 那今天的影片大致上就这样 先到这边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 我们下支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visually读 这边请不含 感谢观看